各位的是这个商品编号的XM 那你们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也把它放在同一个根目底下 这个地方叫做商品编号 那放在同一个档案之内 那接下来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各位可以帮我把它读到哪里呢 读到底下一个商品清单 那帮我把结果修在这里 那我这边已经做好一个 最后其实就是把刚刚的程式 刚刚那一段程式把它复制贴上 那贴上之后后面加一个2 就是这个程式第二段 第二个COPY的程式 那里面稍微改一下 改完之后的话把它执行起来 就可以把外部的资料 把它怎么样汇进来 那里面呢需要改哪些地方呢 其实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几乎没有动到什么地方 首先的话要需要改几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XM的档案 第二个的话呢 其他这些都不用改 RAW的部分要改 因为我是从第10列开始读进来 所以这个数字要改 另外还有什么呢 里面的商品ID 商品名称 商品单价 这个要改 因为呢 我的栏位名称不同 有没有 不是跟前面不一样 前面是ID嘛 然后商品名称单价 那你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到 你可以把这个档案开起来之后 里面就会有相关的讯息 打开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商品的ID 商品名称 商品单价 这个就是我们要汇进来的 那我要一个一个把它读进来的话 那其实就只要改这几个地方 这样的话呢 我的资料就可以读进来 我想各位试试看 从网路上面再抓一个 有一个档案叫商品编号 并且试着用刚刚的范例 把它读到你的 这个Excel里面